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箴言二三章二三节 所罗门说 你当买真理 就是智慧 信慧和聪明 也都不可卖 神是一切美身的源头 在他里面毫无黑暗邪恶 我们纵然是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所以任何处境下 我们都可以放心壮胆 有些宝贵的真理 需要付代价才能明白 有些智慧 更要在逆境中才能学到 愿主引导我们 赐我们谦卑的心 使我们做晓得他作为的聪明人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灰暗日子中隐藏的荣耀 我们思想 灰暗日子中隐藏的荣耀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创世纪五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创世纪五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为时刻黯然度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因明天或转阳啊 我不会将来而忧虑 因我知诸所应许 今天我必如同心 他身知千古光旗 十多事明天将听到 十多事难以明了 等我知诸所应许 等我知诸所应许 他必要令我相见 我知诸所应许 我知诸所应许 明天将如何 我早已 因苦极了 那堪固 玛雀的恩主 离水我时刻看顾 我虔诚随经离水过 或快乐或有灾火 等我主引导我路途 大宝血将我涂抹 许多事明天将领党 许多事难以明了 但我只主张团明天 他必要令我相见 但我只主张团明天 他必要令我相见 创世纪第五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 就和众弟兄 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 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 或者约瑟怀恨我们 照着我们从前带他一切的恶 足足地报复我们 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 你父亲为死已先 吩咐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 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 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 他们对约瑟说这话 约瑟就哭了 他的哥哥们又来复复在他面前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创世纪五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新约西伯来书二章十节 西伯来书二章十节经文说到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何疑的 西伯来书二章十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进句 西伯来书二章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疑的 西伯来书二章十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 灰暗日子中隐藏的荣耀 那是乔治梅森生命中灰暗的一天 他在当时是苏格兰很有展望的年轻传道人 正当了二十岁要去接受最后一次眼睛手术前 医生告诉他 你最好赶快见见你的朋友们 因为不久之后 你将永远失明 到时候想再见到他们 就没有机会了 当年轻的约瑟 一股爱心 带着兄长们需要的东西 从家里走了很远的路 去跟那些放羊的兄长们的时候 不料 竟被他们陷害 被卖为奴隶 那是他生命中灰暗的一天 保禄也经历过生命中灰暗的一天 有一根夹在他肉体上的刺 他三次求过主 叫这刺离开他 却徒劳无功 没有人可以说灰暗的日子 永远不会领导他 我们也知道 宣告破产 亲人过世 给人带来的失望 那种灰暗是多么真实 但灰暗日子里却隐藏着荣耀 其中之一就是 我们可以从其中学到毅力 信心坚定 以及恒忍 乔治梅森就是透过他的受苦 学到奸人 他的传记告诉我们 当黑暗终于降临在他身上 他把自己关起来 用一整天的时间与神交通 之后 当他走出房间 他的灵力充满了甘甜 心中充满喜乐 整个人充满勇气 把苦难化成送赞神的诗歌 也只有从 试炼了炉火中出来的人 才能够唱出 哦 那照耀我露之光 我将残灯带来教你 我信借你光再次明亮 在你的光照下 我的日子将更加美好和明亮 这样的诗歌 透过苦难锻炼出来的高尚品格 是灰暗日子里所隐藏的另外一种荣耀 苦难的副产品就是盼望 痛苦可以把我们最好的部分激发出来 因此 我们可以盼望 灰暗的过去 以及荣耀的到来 美国著名作家 神学家布赫纳说 上帝护照你去的地方 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 教会之处 在这教会之处 有个精彩的故事 旷野玛纳 愿你我一起在护照之处 图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 灰暗日子中隐藏的荣耀 这个题目 没有人可以说 灰暗的日子永远不会临到他 基督徒的喜乐和满足 也不是因为天色长蓝 而是小的 刺激于是活在 神全无祖国的爱里 一位圣徒祷告说 我愿意生于忧患 不愿意死于安乐 因为在富足中 我与主远隔 贫穷使我与主更加亲密 我愿意贫穷 愿意生于忧患 我因贫困穷乏 能做贫困之人的朋友 体会他们 了解他们 与他们一同心酸 一同流泪 一颗认识神的心 并不因为黑影而失望 哪怕环境让人感到 充满威胁 良朋密友 都显出不可靠 甚至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但神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他的眼目看过一人 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乔治梅森不因所受的患难丧胆 而是倚靠神的慈爱 如同勇士束腰 勇敢地面对 神所许可的一切患难 神的心里有蓝图 他不因为我们的怨言 而停止风雨的进行 他已经预先定下我们 效仿了儿子的模样 所罗门说 尊荣与钱 必有谦卑 神为旧约圣经里的约瑟和大卫 预备了宽广的侍奉 光明的前途 但都必须先让他们 在逆境中成长 先让他们经历人生的风暴 他们所面对的难关 并不是神计划的阻碍 相反的 是神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瑟没有计划要被卖为奴隶 让人用脚疗伤他的脚 让自己被提炼困惧 只有慈爱的神 要让他做宰相 才会在他生命中这样安排 大卫没有打算要过颠沛流离 居无定所的生活 乔治梅森没有预期会眼瞎 保罗更没有想到 会有一根刺夹在他肉体上 甚至他三次祷告求过主 乔治刺离开他 主都没有答应他 神领他们到他们各自 不愿意去的地方 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潜能 以致能面对将来更大的挑战 承担更重的责任 没有经过铁锤的锤打 火炉的烈焰 就显不出将人的智慧和巧意 接着苦难 甚至他们各自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神知道我们生命中那一点 战士的损失 所带来永恒的价值 他并不会叫我们突然受苦 白白流泪 他所预备的流泪骨 无非是要引我们到丰富之地 十九世纪美国知名的牧者 亨利·毕杰说 困难是神的使者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应该视为神信任我们 对我们表示赞赏的证据 因为他看我们是可造之才 要把重大的责任托付给我们 才会这么做 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 彼得说 纳赵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交予 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丢姐妹 你正面对人生中灰暗的一天吗 亲信主 你的灵就免于流浪之苦 默想神 你的心就可以人归安乐 你并不是自己孤单的在苦难中行走 主一直与你同在 他正在引导你 经商记者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不要只注意愁云和苦雨 须知 风雨的尽头 有蓝天无际 勿要耐心等待神的后来 苦难终究会过去 当一切进度过去以后 你跟神甜美的香蕉 那种温暖 依然留在你的心间 死不正说 经历磨炼以后的基督徒 是何等快乐啊 暴风雨以后的宁静 是多么深沉 谁不会为雨后闪烁的阳光欢呼呢 要确信 神会继续带领你 他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对乔治梅森而言 某些时候 形势对他非常黯淡 黑暗到一个地步 甚至连盼望都要苦苦等候 仿佛窗前空无一物 只剩下黑暗 却仍开着窗户 等候可能出现了星宿 他说 宇宙间最伟大的忍耐就是 心中明明有个空处 却不允许低贱的事物 充满在里面 约伯在试炼中 亚伯拉罕在往摩里亚地区的路上 不允许怀疑或任何负面想法潜入他们心中 这是很重要的属灵操练 不许怀疑和负面想法进到你的心里 而要像摩西那样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主耶稣怎样在科西玛尼园里 欣然接受父的旨意 我们要信赖爱我们的天父 全然向他降服 今天 神许和你遇到灰暗的日子 他会帮助你不失去盼望的力量 当你落在百般失恋中 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仰望他 在没有星宿的黑夜 仍能守望窗外 在毫无喜乐的时候 仍有力量站住 满有把握地说 在我的天父看来 星光仍然闪耀 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 大卫说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唯独等候神 心中才有安息 大卫说 我的心啊 这是他对自己的心说的 在令你忧闷的事情 七二连三来到的时候 你要勉励自己专心等候神 看神怎么做 不要着急 以色亚书33章第二节 先知以色亚说 耶和华 求你施恩于我们 我们等候你 求你每早晨 做我们的绑壁 遭难的时候 为我们的拯救 你说 我很软弱 我的盼望就像江财的灯火一般 只要一阵风 就可以轻易把它吹灭了 听起来 要眺望 你里面的盼望 灰暗的日子 纵然会让你感到无助 但你却永远不用绝望 神的路不一定好走 但没有不好的 好走的路 不一定好 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但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这是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 当你想起施主 这是处于他 施主的美意 把信心牢牢系在他的身上 你的灵力就能安稳 神是一位美善的神 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面的赏赐 都是从他而来 在人生的风暴中 要挨紧他 他会指示我们 在黑暗中隐藏的珍宝 主需和你受苦 是因为在你生命中 更高的目的 你存谦卑的心 顺服在他大能手下 甘心携手他为你量身打造的环境 忍受他认为适合 加给你的一切 主在会员日子里 不要一直想着自己受的苦 要更多思想神 信心经历实验可以让你真实体验到过去 风文的信仰内容 神已经把一些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赐给我们了 借着灰暗的日子 他让我们有机会 把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和经历 配合在一起 美国大宝道家木迪说 心里愁烦的人啊 在一些的经历中 你要说 这位让我对主 有更切身的体会 神绝对能使约瑟免于牢狱之灾 绝对能拦阻 单一里陷入狮子坑 绝对能免除耶利米陷在淤泥中 绝对能让保罗避过船难 也绝对能叫沙德拉米莎 亚伯尼哥 不被扔在烧着烈火的窑里 但他许可这些发生 为什么 为了让他们 在灰暗的日子里 更深的知道 神的奇妙和宝贵 结果这些主的仆人 都因着信 看见了神的作为 更深的认识他 晓得他的大能 今天 神绝对你有受苦的日子 和遭难的年岁 是要让你更成熟 跟他的关系更密切 他许可风暴临到你 许可你人生的小船 在波浪翻腾的大海中 不是要把你淹没 而是要展现他的能力 叫你看见 他诗人的手是如何帮助你 使你能见证 他是真神 是活神 诗篇三十一篇是九节 大卫说 尽为你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 是何等大呢 这些经文 神不是让我们读过就算了 他要借由逆境 让我们见证他的信实 如果约瑟没有被哥哥们卖到埃及 以后做了宰相 他怎能对他的弟兄们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调到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这地呢 又怎能为他的海骨留下一命 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 要他们把他的海骨 从埃及搬到应许之地 他父亲雅各给他的那块地呢 主要我们体会他那不能隔绝的爱 也会许可我们经历灰暗的日子 当我们知道这事是出于神 就不必有太多属实的顾虑 因为知道神始终掌权 神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在灰暗日子里 白白受苦的 而都能从其中学到毅力 信心坚定和恒忍 以免让自己更加完全 以免等候神 在我们生命中所显出的荣耀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还在夜里闪亮 不管夜有多长 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天有多黑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还在夜里善良 不管夜有多长 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山有多高 星星一个把他踏在脚下 不管路有多远 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人关 谁能跨过艰难 谁能飞来坚丧 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笑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你的心里要有阴光 谁能跨过艰难 谁能飞来坚丧 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笑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你的心里要有阴光 你的心里要有阴光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这么苦难能把一个人的奋斗力激发出来 使人积极 帮助我们不因为贪图安逸 轻看受教和学习的机会 你是我们的神 任何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 你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 做我们随着的帮助 处在灰烟的日子里 愿你兼顾我们 不许怀疑和负面想法 进入自己心里的心智 你是是死人复活 史无变为有的主 在你凡事都能 你赏赐也收取 帮助我们甘心顺从你的主权 父啊 我们是因信蒙你能力保守的人 我们要尊重你 要永永远远称谢你 帮助我们在患难日子里 能一心一口荣耀你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他是我牧者 他是我牧者 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西水旁 他 是我的灵犀上 他 是我的灵犀 abundance 我并不知缺乏